混沌的黑暗中 你努力集中精神去分辨感染者味道的远近 可越靠近村庄 那股味道也就越浓郁 加上巨大的压力 甚至你都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切 不过还好 你的嗅觉起了作用 在一片村子旁的棺木丛中穿过的时候 你感觉前方的味道浓郁异常 于是你急忙抓住周全 失忆前方有危险 得到你的警示后 整个队伍立刻停了下来 紧接着 你已约听到老刘等人穿过灌木丛的声音 随后老刘退了回来 他小声的告诉周全 前面的草丛里有两个感染者 正在和野狗一样交构 不过他们的嘴巴很正常 没有大笑 可能只是因为沉迷于眼前的事情吧 再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确认了真的只有两个感染者后 周全让你和李太太在原地稍等一下 与其绕过去 不如先解决掉面前的两个麻烦 叮嘱好后 周全便和老刘向着前面的两个感染者摸了过去 当周全离开你的身边 你突然莫名的感觉 整个人都处于无边的大海上一般慌张迷茫 这个时候 你感觉李太太凑到了你的身边 由于他之前攻击过你 所以你不由的握紧了之前周全递给你的匕首 还好 李太太这次没有想整什么幺蛾子 他小声的询问你 怎么得到的这种神通 是不是家里一直有什么信仰 他也想信仰一下 你无奈的告诉他 自己也不清楚 可能是因为失明的原因 导致嗅觉灵敏一些吧 又扯了几句有的没的 你感觉到那股浓郁的感染者味道已经消失了 明白周全已经干掉感染者的你 松了口气 这时 随着周围观目从的异想 你感觉周全再次来到了你的身边 就那样 解决掉两个感染者的你们 打算接下来就靠着你的能力 遇到少量感染者就偷袭 遇到大量感染者就绕看 可接下来出现的事情完全打乱了你们的计划 本来按照老刘的感觉你们还有一半的路程就可以绕开那个村子了 可就在下一刻甚至都不需要你闻到味道 离你们稍远的林子里就传来令人胆寒的大笑声 而且很明显不止一个人 加上不停的骂着脏话 听上去至少有五六个感染者 黑暗中你感觉周全抓着你的手握紧了几分 老刘的呼吸也沉重了许多 此时的你们明明已经感觉到那阵声音越来越近 但根本不敢加快步伐 因为你们不确定前进的方向有没有其他感染者 而且过大的动作很可能引起那些疯子的注意 而那些感染者的大笑离你们越来越近 你们现在只能屏住呼吸慢慢的在灌木丛里穿行 那些如同鬼魅一般的笑声越来越近 一直到最后几乎你已经感觉到 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来到了你们的身后 此刻抓着你的周全也停止了步伐 根本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那股怪异的味道 再加上这些感染者身上散发出的血腥恶臭 让你不由自主的有些反胃 可你强撑着忍住了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在那些感染者的声音几乎贴到你们的耳边 甚至你已经清楚的感觉到 身后的灌木丛因为有人路过而晃动时 那些感染者并没有发现浅浮的你们 他们依次穿过村子外的土坑向着村子里走去 随着声音的越来越远 你们的队伍总算松了口气 这时你听到李太太小声的抱怨 她说不应该从村子旁边走 很明显那些感染者会出入的 不知为何 听到有人说话的你心里咯噔一下 随后你意识到你心中的恐惧 并不是因为李太太所说的内容 而是因为你清楚的感受到 附近还有感染者的气息 而这个气息离你是那么的近 果然当李太太抱怨完后 一阵刺耳的狂笑声 从你们身边的草丛中响起 你听见周全骂了一声 接着便拽起你 开始在灌木丛中狂奔 之前那些离开的感染者 仿佛也听到了声音 纷纷追了过来 随后各种不堪若而的辱骂 以及令人浑身发毛的狂笑 就在你们的身后 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紧追不舍 还好 你们经历了几天的逃亡生涯 你和周全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 需要跨过沟壑 或者障碍时 周全会提醒你 而你也会大步绕看 只不过 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跑了一阵后 你听见周全绝望的骂了几句 大概的意思是 没想到慌不择路之下 你们在村子外面 跑到了一个山壁的边上 而现在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回头对抗那些感染者 二是冲进村子寻找庇护 很明显 两个都是必死的决定 只是冲进村子 好像不会死的那么迅速 于是紧接着 你就感觉到周全拉着你换了个方向 开始疯狂的奔跑 可身后那群感染者 依然在不懈的追击 感受着脚下的路途 逐渐由柔软变得坚硬 你明白 你们已经冲进了村子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之前那些紧追不舍的感染者 已经让你的嗅觉失去了意义 诡异的味道 一直缠绕在你的周围 你根本分不清前面的路 会不会有其他感染者 随着身后那些狂笑的声音 越来越接 你感觉自己即将就要被抓住 然后被那些感染者 生吞活泼的时候 拽着你的周全大声提醒你 前面有台阶 你下意识的跨步 迈过了那些你看不见的台阶 随后砰的一声 你感觉前面好像有一扇门 被周全踹开了 跨过门槛后 你听见周全大声的招呼 你身后的人快点进来 然而在李太太进屋后 周全直接关上了房门 听着周全不断搬东西 去堵房门的你 有些好奇的询问 老刘没进来 怎么就关门的呀 周全的声音有些无奈 他告诉你 没办法 接着你听见他拖动着什么 试图去堵住 不断被冲击的房门 此时你听到另外一边的李太太 颤抖着告诉你 刚才老刘摔倒了 根本来不及 说到这里 李太太就没有继续说话了 这个时候 你才注意到 此时的屋外 不只有狂笑 大叫 以及疯狂的砸门声 其中还夹杂着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又一个同伴失去了 虽然你之前觉得 同伴的不断减少 已经让你麻木了 这个疯狂的世界 但屋外那些惨叫 以及感染者癫狂的笑声 都让你不由的感觉浑身发寒 突然 你感觉有什么东西 向着自己冲了过来 然后你就被扑倒在地 恐惧至极的你 挣扎着想要推开 扑向自己的东西 当摸到这个人的脸时 你才发现是周全 于是你急忙停止了挣扎 而周全的声音 这个时候也响了起来 它让你小心一些 这个屋子外面 虽然是防盗窗 但玻璃已经没了 刚才你站的位置 靠窗户太紧 差一点就被一个感染者伸手抓住了 话音刚落 你听见李太太略带绝望的 询问周全 接下来该咋办 他原来就是做门窗生意的 这种防盗窗 也就暂时有点用处 假如人多了 完全拆掉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周全叹了口气 然后你听见周全 抽出刀刃的声音 他告诉李太太 现在没有办法了 如果李太太愿意 自己会尽量 让他减少痛苦的死去 当然还有自己的女友 最后 你听见周全叫着你的声音 周全表示 他会在绝望的情况下 让大家尽可能 没有那么痛苦的死去 最后他会自杀的 你明白周全的意思 毕竟即使看不见 你也经历了太多幸存者 被感染者虐杀致死的事情 甚至在之前 你们的队伍 还见到过一个被感染者 铺开肚子 当成公厕的人 那时 你们的队伍里 还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按照他的说法 那个可怜人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极度痛苦 才彻底死去 而那个学生 后来被感染者抓住了 听之后 李太太的描述 当时队伍跑远 回头用望远镜 再看的时候 那个可怜的孩子 被绑在木棍上 像是烤乳猪一样 架在火上不停的翻烤 而他的残叫声 如同愉快的乐曲般 让周围的感染者 围着他兴奋的手舞阻挡 是啊 相比那样 也许快速的死去 才是一种解脱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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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